小施主,请跟我来 老那知道一座传颂镇 可以直接去聚邻居 那和尚已转身向堂外走去 唐子曦跟上好奇地问道 一万年前的传颂镇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他倒不担心和尚骗他 老和尚是仙台 实力比他强 要是想害他直接动手就行了 和尚头也不回地 一边走一边回道 不是一万年前的传颂镇 啊,那你怎么知道的 唐子曦好奇 老那也不知 只是醒来之后 就脑子里多了一团记忆 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老那本就不是真正的久难 不过是善念之种的轮回转世 老那存在的意义 就是对付久难 是这样吗 唐子曦恶乐 随后摇头轻笑一声 已跟着和尚离去 轰轰轰轰 随着天道迷宫的显现 巨灵王与玉成子已是打成一团 玉成子依仗是一个庞大的神魂虚影 却由于极度凝裂 已近乎真身 他的每一次出手 每一次咆哮 甚至每一个呼吸 每一次瞪眼 都是天崩地裂的恐怖 然而 那毕竟只是他的神灵 没有盗兵 没有实体 仅凭自身神灵 就与巨灵王作战 相当于绑了一只手 加一只脚的与对手作战 那巨灵王能够对阵 九难妖僧不落下风 在大罗金仙中 属于顶峰级的存在 就连唐杰不用天道领域 都不敢轻言胜之 所以这场对决 竟是玉成子落了下风 天道迷宫里 巨灵王轰隆隆地挥动铁拳 他拳风如垫 拳势如山 拳翼如虹 拳劲如海 无论玉成子掀起的 法力浪潮多么强大 他的铁拳都能强横 强硬 强行地粉碎瓦解 霸道之不可理喻的 强悍重拳 就这么一拳又一拳的 震荡虚空 每一拳击出 都是大片虚空破碎 那是无尽的蓝流标扬 不管攻向自己的是怎样的冰霜火焰 刚风血雨 全都是一拳碎裂 破碎破灭 就算是道法真意 亦不能奈何他 天空中掀起阵阵剑芒 那是天恒剑铺 没有宣言剑 便以气作剑 剑气纵横 剑意标扬 剑道无疆 然而打在巨灵王的铁拳上 无间不摧的锋利剑翼 却只切磕出一道道细小的伤口 下一刻 那强悍身躯 要自我复原 约成子再时时觉杀人 毁灭刀刀 霸决强横 摧毁一切 焚尽一切生机 然而打在巨灵王身上 恐怖的毁灭气息 与澎湃的生命之力对冲 却只形成一片光与暗的争斗 且最终是生命强悍的一方获胜 玉成子运转无双天目 想要寻觅巨灵王的弱点 然而巨灵王战区无双 根本无戏可寻 于是 神灵运转 万生万古重楼 补兴罗摩钢大阵 然而却败得比先前更惨 巨灵王三拳轰开万古重楼 星罗摩钢打在他的身上 那毁灭极的大阵攻击 落在巨灵王身上 却只若隔靴遭养 玉成子无动于衷 再施刹那芳华 让巨灵王陷入时间之河中 行动骤然变缓 巨灵王恍若不知 玉成子已在瞬间 打出千百种神通 上百个仙术 借助时光之流 轰在巨灵王的身上 直杂的巨灵王血肉横飞 却又在下一刻迅速复原 巨灵王就像一个 打不死的钢铁巨人 无论玉成子施展怎样的手段 都依然是那样的强悍 霸道 狂猛 庞大的压迫 更是逼得玉成子步步后退 天道迷宫掀起一片又一片波澜 但无论采光怎样分成 巨灵王的恐怖气势都是不解 看得人们亦是心情震荡 这巨灵王好生强大 父亲 你若淳衣体修与之相抗 定不是他对手 许妙然难得有一次 承认丈夫不及他人 唐杰也同样难得的 不服气了一次 他说道 却终归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是的 无论巨灵王怎样强大 嚣张勇猛 却都免不了自己最终的命运 正因此 他虽然占据上风 却面容悲怨 眼神绝望 他的战斗看起来 更像是不甘于天命者 最后的挣扎与努力 他不是想要获胜 只是想在战斗到最后一刻 也正是因此 所以他要创造出最后的辉煌 他出拳 狠狠地出拳 一拳中过一拳 就像是要把所有的力量 都在这一刻发泄出来 即便是身为先帝 玉成子也有些吃不住了 万劫王座 万座王庭 玉神座上 玉成子面色铁青 哼了一声 一只手已抓住了轩辕剑 他终于忍不住 要出动本体与盗兵了 可就在那时 唐杰却微微一笑 先帝 撇来无恙否 只是一句慢声问候 玉成子握剑的手却陡然一僵 随即又缓缓松了下去 他很清楚 如果这时他出手 那么唐杰也一定会出手 那就成了他一个人 独斗唐杰与巨灵王两尊大能 没有神念之称 仅凭仙体和轩辕剑 玉成子同样没把握对付唐杰 轩辕剑虽然举世无双 偏偏递刃却是他的克星 所以他只能忍 握剑的手松开 玉成子依然闭目 任神灵与巨灵大战 任巨灵王 凭借自己强横无匹的身躯 碾压自身 许妙然眉头微重 你说过 玉成子应该还有手段的 如果他还有底牌 那为什么他现在还不用 唐杰摇头 我也不清楚 但我敢肯定 玉成子策划万载的事 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这已经不简单了 云天兰语中心肠道 如果不是被你坑死三仙 万劫王庭不算玉成子 光是大罗金仙就有九位 这可是大罗金仙哪 在这幅万载后 玉成子一下就培养出八个新的金仙 何其惊人哪 而他自己又领悟了十二大道 还是不够 唐杰毅然摇头 一定还有后手 只是暂时还没出现 他似乎还在等什么 说着 唐杰的眉头皱得越发的紧了 心中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偏偏又说不上来 让唐杰知道 还有一重麻烦尚未度过 这种危机随着玉成子头上 那不断转动的四面全之冠 而进一步确定 他还在使用四面全之冠 还在继续破解天道迷宫 即便是在这危机情况下 他都还有心思破解迷宫 意味着他有绝对的胜利信心 这信心是从何而来呢 唐杰找不到 心头也没来由地激躁起来 就在这时 就听天道迷宫突然发出轰的一声爆响 众人同时向牲畜船去 就见那不断闪烁的光 仿佛一个独立星界的天道迷宫 竟是渐渐崩开了一道裂缝 有无穷的荒 从这裂缝中渗出 照耀天际 照得每个人心头发颤 这是天道迷宫被破解了吗 所有人心头都泛起这个念头 就连那西天佛祖 都悠悠发出一声叹息 禁忌之地中路曙光 玉成子道兄 你没有错 领悟十二大道果然是破解天道迷宫的关键 不枉你万载等待 玉成子哼了一声 只是打开一条裂缝而已 佛祖道 无妨 既然天道迷宫已现缺口 扩大 就只是时间上的事了 没错 玉成子微笑 他的神灵虽然被巨灵王压制得很惨 但从他有有余力破解迷宫来看 就可知道巨灵王要想灭掉神灵却不容易 对玉成子而言 这只是时间上的事 不值得此情形 九难妖僧突然大喝出声 一群天道叛徒 要无在此而等休想进入禁忌之地 九难妖僧说着 全身气势骤然暴涨 其修为竟开始不断地攀升 散发出恐怖浑厚的气势 单单是那气魄竟让无数人见了不敢抵抗 圣仙欺侠众人 更是同时惊讶出声 九难妖僧的实力 竟在这此刻一路突破 达到了圣仙层次 这是怎样恐怖的一种提升啊 所有人都傻了 唯有唐杰难难道 这就是为什么 你提升得如此快的原因嘛 天道支柱 原来你真的在为天道作战 不过也幸好有你 让我看清了仙道的本质 正道圣仙 哼 原来这就是正道圣仙 要拥有属于自己的道 自己的信念 才能成就至高无上的仙位嘛 三生 佛祖 你都是如此 甚至玉成子也一样 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才能成就圣仙 只不过你的成就 是直接脱避于天道之极了 唐杰看向天际 天空中依然一无所有 但是唐杰感觉到 那天道的意志 正是这天意 让九难突破一切成就至高 甚至于让九难进一步提升 唐杰能感受到 九难的实力还在不断的攀升 甚至超越了三生 超越了佛祖 他的身躯变得巨大无棚 再次化作万里真躯 只不过先前与唐杰战斗时的 万里魔躯是虚项 现在却是真身 高达万里的恐怖真身 九难发出极恐怖的吼声 七半连台转动 黑暗佛国笼罩八方 他竟是以一人之力 将整个佛界压制下去 就连那西天佛祖 竟都无法阻挡 然而 面对这一情形 玉成泽脸上却依然 没有一丝波澜 只是轻轻道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嘛 本尊早就期待已久 随着他这话落下 万劫王庭中 一道华光照燃显现 一道传颂光柱 出现在万劫王庭的上方 却正对准巨灵星空战场 接着 一个人影出现在战场中央 那人影出现的一刻 唐杰心神巨阵 紫西 那出现的人赫然是唐紫西 唐紫西手中拿着一颗珠子 明珠内还若隐若现一张人脸 他现刚出现 就高呼道 九难妖僧 还不受死 说着已将那珠子扔向九难妖僧 不 唐杰喊了起来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 玉成子的后手是什么了 玉成子先是微微饿了一下 随即微笑起来 没想到执行命运的竟然是他唐杰 你没想到吧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呀 珠子 飞向九难 便化作一道纯粹的光 穿破重重法力大潮 误视掉一切有形无形的护照护盾 直接没入九难体内 正在神威大发的九难妖僧 突然身躯一阵 刚刚还微能无匹的他竟然一下僵住 那张原本凶宁丑恶的脸上 陡然放出一片和煦的光芒 显露出无与伦比的神圣气息 然后长叹一声佛号道 罪过罪过 没想到老纳入魔万载 竟犯下这许多的罪过 诸位施主 老纳失礼了 说着 那黑暗佛国已彻底放开 所有佛界中人 竟一起脱离置故 汪瑶见状呆住 突然大怒道 九难 你他能搞什么鬼 九难妖僧正要回答 突然间身体一颤 全身上下冒出鼓鼓黑气 魔杖再起 一张脸已恢复凶狠本色 混账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 呃 呃 九难妖僧已是大声惨叫起来 就见他身上一会儿黑一会儿白 黑白两色七眼大变 连带整个人的气势不断变化 忽善忽恶 忽怒忽喜 对待战争的态度 更是阴阳不定 变化叵测 就算再笨的人看到这情况 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混蛋 那性情暴躁的星空骨膜 以一拳砸向唐子熙 拳进滔天 带着无可匹提的滔天威势 就在要淹没唐子熙的那一刻 一只手却拖住了这滔天巨浪 另一只手顺手一抓 将唐子熙往回抓去 正是唐杰 休想离开 姬瑶仙却嗤喝一声 在瞬间封锁虚空 以唐杰之能 一时之间竟亦不能破解这封锁 只能叹口气 不收反冲 下一刻 身影已离开七侠界 直接出现在距离星空战场 正站在唐子熙的身边 将女儿向怀里一揽 就听轰轰轰一连串的炸响 已是挡住了无数魔头 击来的恐怖攻势 父亲 唐子熙兴奋的喊道 我把九难入魔前的 善念种子带回来了 有了它 九难就休想控制自我 再无法与我们为敌了 就像玉成子身体里 有了你的意识一样 说完这话 却看到唐杰脸上 没有半点兴奋之色 不由一呆 父亲 我做错什么了吗 唐杰摇了摇头 不 你没做错什么 错的是父亲我 唐子熙是奉他之命 前去寻找对付 九难妖僧的手段 他也的确是做到了 只是他不知道 唐杰竟然已经和魔族 达成了联手之一 这不是他的错 唐紫熙没有做错任何事 错的只是自己 只是这倒霉的巧合 也许不是巧合 唐杰看向玉成子 低语了一声 命运 大命运输 突然间他完全明白了 他明白了玉成子用什么方法遮蔽分身意识 明白了玉成子用什么手段把一切算计得如此好 明白了玉成子最终的底牌是什么 是他万年前的布置 是他现在的道法 九难的善念种子 还是大命运输的结合 直接废掉了已经进入圣仙街的九难 这是直接针对天道的安排 唐杰敢说 就算是天道要想提升一个人进入这种层次也不容易 要不然他早就做了 何必拖到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局面呢 而玉成子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时机 他早算准了天道的做法 当天道迷宫被破解开一丝 出现裂缝时 天道一定会急 九难也一定会暴走 来自天道的反击会展开 通过九难 只是谁也没想到 玉成子竟然会早早留下这一手 他和那西天佛祖一明一暗 早将一切都准备妥当 唯一没想到的是 被选择了执行这一命运的 竟然会是唐紫西 义父 这是你干的吗 就在唐杰明雾的时候 王瑶已经愤怒地喊了出来 因为善念一时入侵的缘故 九难已彻底失去战力 失去一个巅峰大罗的结果就是 万劫王庭这边 直接分出一位大罗 西圣母 去帮助玉成子 神灵 对付巨灵王 这使得玉成子 可以有更多的精力 继续破解天道迷宫 看了一眼天道迷宫的状况 唐杰道 宝儿 你还信我吗 王瑶一呆 他看着唐杰 一句话都不说 甚至连对手打了他一拳 都没什么感觉 别信他 摩尊大人 这些人类狡诈无比 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他说什么帮助 根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害咱们 一名魔头以愤怒地消叫道 闭嘴 王瑶却直接喝止 然后他望向唐杰 一字一顿道 你想说什么 唐杰回道 不管你信不信 先前的事只是误会 当然了 我知道现在说这个也没用 毕竟结果已经造成 九难暂时无法依仗 我方行事不妙 不过你要是肯相信我 那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王瑶问道 唐杰先是回手挡开 姬瑶仙的攻击 然后主动一拳 轰向佛界的两位古佛 以一抵二 压住那两位古佛的气焰 也算运用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立场 同时道 你与九难不同 嗯 王瑶不解 唐杰道 九难的目的是 阻止任何人通过此地 甚至可能是 消灭那裂缝后 对天道有威胁的存在 而你 你不过是想对七侠界复仇 你现在与万界王庭的战争 也不过是在履行 你与九难的盟友职责 我没说错吧